- 啥? 你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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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那我今天要介紹主要就是Audible 這個Amazon上面的有聲書平台 那今天這部影片完全不是業配 就是我沒有任何收Amazon的錢 但是總之我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這個還蠻有趣的東西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介紹日本的有聲書 所以如果你要去考日文的聽力之類的 這個書我相信也非常有幫助 或是你想要娛樂用的話也非常的適合 那首先我會簡短介紹一下Audible 然後再介紹一些我推薦的有聲書給大家聽 那首先Audible是美國的Amazon推出的一個有聲書平台 那他也算是全世界最大的有聲書平台了吧 那在各個國家都有推出這個服務 上面有不同國家語言的有聲書 那我今天主要介紹日文的嘛 那我就用日本的Audible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以前是會員制融合以單品方式來購買 那他會員的話一個月就送你一本書這樣子 那當然今年年初他終於改變了這個方案 從一個月一本變成一個月無限本 就是非常非常讓我興奮 就是他可以聽到飽的感覺 也就是說你每個月都有註冊會員的話 你就可以一直聽這些上面的書庫的所有的書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棒 而且他的一位費跟以前一樣完全都沒有變 就是1500塊日幣 大概是台幣320塊左右 那我覺得是一個還不錯的支出吧 不管你是想要聽日文書或是英文書都可以聽 當然你也可以不用加入會員就是以單品方式的方式購入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貴 因為他一本書可能就要1500塊起跳 20003000的都有 所以呢我建議還是大家可以加入會員 然後讓聽到飽的方式來聽有聲書 是一個比較華盛的選擇 那註冊之後呢 你有30天的吃用期 就是那個 第一個月是不收費的 那大家也可以借留這個一個月呢 去聽聽看 如果你有什麼自己想要的書 或者是 這個方式你覺得好不好這樣 而且他不止我今天要介紹的清小說類型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像是金融啊政治文學 語文類的都有 那這語文類的話呢 他的最熱門的 就是英語聽力 就可能很多日本人想要學英文的話就會可以從這個方式 就是一個管道來來學習英文的聽力或繪畫之類的 好啦那首先呢我先跟大家介紹我最喜歡的四本清小說的有聲書 這四本也都非常有名相信大家可能都多少有聽過 首先呢第四名 やはり俺の青春ラブコメはマチカッテイル 簡稱俺がいる 那中文翻譯就是 我玩我的青春恋愛喜劇搞錯了 簡稱果青 那他現在呢 總共出了19本的清小說 那清小說的部分已經完全完結了 總共19本 他全部都改編成有聲書 那你原本就有看小說的人呢 也蠻推薦大家去聽這個清小說的 因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清小說呢 包括改編了動畫完結後的14.5卷小說 還有 結 第一集這個小說 那動畫刪除了非常多的那種 包括我覺得 這個小說寫得特別好的 就是男人腳的心境描寫 以及整個故事的過程 然後這個清小說呢 生用的是兩位生用 一男一女 就是男生的部分是以男生的配 然後女生的部分是以女生的配 那大家就聽一看這個結果怎麼樣 那些人的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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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卡住了,我把我卡住了,我把我卡住了。 区切られてほの暗い空間 だから いつもより少しだけ 互いの姿がよく見えた 特に場所が決まってるもんじゃないのかもな じゃあディスティニーとか 予算的な現実味がない 分かってるけど 行ってみただけです でも確かに千葉っぽいは千葉っぽいな 世の中的には東京っぽい気もするけど あれは千葉のものだ 孤独な じゃあホテルみなんとギリア空秀 すごい それは非常精彩 我真的覺得 2位森尾配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真的都覺得 他們配得比動畫還要好 而且動畫對比起來 是不是發現了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包括很多動畫畫面來不及呈現的東西 都在小說裡面其實是有寫出來的 整個描述非常詳細 跟動畫所要給你的那種感覺 可能多多少少不太一樣 有生素也會透過語氣 或者是語速的變化來強調 那個場景的一些獨特的地方 這是我覺得有生素非常讓人吸引人的地方吧 再來是我榜單餐的第三名 青春不太妖惑はバニガル先輩の夢を見ない 這個名字是非常非常的長 總之這是青春不太妖惑系列 青春出手少年系列 這個系列非常非常的有等級 現在動畫已經做完 動畫包括電影版的 大概只做到小說的第七卷 所以後面還有很多劇情 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這本有生素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呢 他每一本是一個森尾來配的 那每一位森尾都是女生 所以可以看到各個女森尾 來配男主角的聲音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我覺得配最好的可能就是六七卷的 這位森尾 23時59分 麻衣さん 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言い終えた直後 デジタルの表示が切り替わる 時刻を示す数字はゼロが3つ 12月3日になったのだ バーカ 言うのが遅いのよ 作太の方を向いていた麻衣は ようやく笑顔を見せてくれた 那是不是配得非常好 就是男生可以聽得出來是Sakuta的聲音 女生也可以聽得出來是Mai的聲音 就是可以讓你很好的享受 那個當下的氣氛 再來是我版本上面的第二名 ジドセクンはラムネビンの中 中文翻譯是 彈珠汽水瓶里的千歲同學 那這部輕小說呢 在我今天錄這部影片的當下 8月18號 剛好推出了第七卷的小說 不過很可惜 就是有生素目前只改變到第二卷 我希望他可以繼續改變下去 我真的非常期待後面的序情這樣 那這部小說呢 是一個多角色的群像劇 在講述在鄉下的高中生的現衝們 是如何實現他們的現衝生活的 這部講述了非常多的人際關係之間的摩擦 以及這種心理上面的感受之類的 我實在覺得寫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有傳言說 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改變成東話化 所以如果還沒有東話化之前呢 大家可以聽聽看有生書夠過癮這樣 那這部呢 也是我本來他們唯一一本 是用多個聖誘來配音的有生書 有多個聖誘配音呢 就是可以讓你更融入這個劇情吧 我覺得這個 有多個聖誘配音呢 也是蠻好的一個呈現方式 Yuzuki 發生的聲音 Yuuko 說不定要告訴你 我們要跟我們一起 跟我們一起合適的聲音 嗯 Yuuko 說不定要告訴你 一拍置後 Yuuko 說不定要是 一拍置後 一拍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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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在這本是我非常推得有生書 如果是第一次接觸有生書的話呢 我真的非常強的建議 第一本先去聽這一個 雖然說這不是我版本上面的第一名 但是我感覺這是我最推薦給大家聽的 再來第一名呢 就是我最喜歡的 Higeyo Solu そして女士高生を拾う 中文翻譯是 刮掉鬍子的我 與剪刀的女高中生 這個標題聽起來有沒有很ヤバイ 當時我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也是蠻嚇到說 這個標題到底是 你們什麼樣的劇情的啦 所以我很好奇地進去聽的 沒想到是一個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那他講說男的角 是一位二十幾歲的城市工程師 那他某一天因為失戀 在回家路上 就剛好在路邊看到女主角 就是一位高中生他離家出走這樣 之後呢引發了一連串的故事 包括他 這男的角公司裡面有一些故事 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這部很好看的原因呢 除了因為這個故事本身就蠻新穎的 再來就是 他的角色塑造也非常的鮮明 內容也很寫實 蠻貼近一般我們大家的生活的 那他在2020年的時候 也改編成了電視動畫 總之那親吵說 現在已經完結了 總共五卷 有生素也全部改編成 包括五卷 除了Another Side Story 他沒有改編以外 當然我像有生素 這部呢以後也可以改編 Another Side Story 就是他們公司同事的一些故事 他也是蠻精彩的 我也蠻期待 那這部的朗讀者呢 是一個知名聲由大西沙茲 那我們就聽聽看他的演出怎麼樣 愉快 他媽媽振られたの?可哀想 味噌汁を一口すすって 左右はどこか人事のようにそう言った いや、実際人事なのだろうが さっさと追い返すつもりが なぜか昨日の出来事をねほりはほり聞かれ 俺もなぜか素直に語ってしまっていた 可哀想とか絶対思ってねえだろ 思ってろ思ってる 振られるのつらいもんねえ 振られたことないけどさ そうですか つかみどころのない会話をしながら 俺は左右の作った味噌汁をすする 是不是就算是一人配音呢 可以明顯分辨出來男主角跟女主角的声音 还有旁白的声音 建点我是觉得声音们真的超级超级厉害的 那这部呢也是我非常推的清小说作品 如果有興趣的话也请大家去看看 接下来我也来简单介绍下 非常有趣的清小说作品 首先呢是 ボソーショウジョとモソーショウネン 这部呢已经完结了目前只有七卷 他算是比较早期的 有声書改編作品 从2016年就开始了 那他的声優呢 有两位都是女生 过世剧情呢 是属于校园恋爱喜剧类的 再来呢是 オサナメジミが絶対に負けないラブコメ 中文翻译是 青梅竹马绝对不会输的恋爱喜剧 目前呢有声書有八卷 小说是输到第九卷 那这部呢也有动画 虽然我觉得动画做的不是非常成功 但是动画之后的剧情呢 是更越来越精彩的 那他也是由一位声音单独配音 接下来是 飛弹的亚利亚 虽然说目前有声書只改编到第八卷 但是他预计今年11月呢 会继续改编第九卷到第十五卷的内容 那他也预计在2023年的五月呢 会改编完成第十五卷 就是继续看下去 他会不会在十五卷之后呢 也继续改编 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是我高中的非常喜欢的一部青少说 他还算已经连载多年 也已经曾经动画画过 但是我觉得小说后面的剧情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他也是有一位声音单独配音 再来还有星海城的一些知名电影 改编成的小说系列 包括了著名的电影 《描述五零米》 《你的名字》 《天气之子》 还有《炎夜之亭》 电影其实很多细节没有描写得那么清楚 或者是你可能看不太懂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小说呢 进一步的了解 各个主角们的心境等等的 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听看这个青少说 下一部 这部新小说呢虽然没有动画画 但是我也觉得非常有趣 内容呢其实有点像《不情人女主》 或者是《果青》这样子 那这部呢非常有趣的就是他接近了非常多有名的青少说 像是我刚刚提到的《不情人女主角》 还有刚刚在版面上面的《千岁同学》那一部 总之如果你有先看《千岁同学》再来听这部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那这也是有多部深有改编的有声书 下一部呢是《本月》的《纪念》系列 小书童的《下课上》 这部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他已经预计在2026年的7月呢 发布到第29卷 这也应该是有声书史上最长的一卷系列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刺激 居然能发布到29卷 而且重点是他的预计发售的日期呢 是在2026年耶 也就是四年之后 真的非常厉害 也就是非常著名的转生的史莱姆 这部呢也是有改编成有声书的 他也预计在2024年的12月呢 发表有声书的第17卷 非常的厉害 如果等不起动画继续改编的话呢 也可以先听有声书顾过瘾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他有声书呢 是由男主角的史莱姆的声優来配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有趣 再来是《物语》系列 我觉得他的特色就是 他的各侧呢 的有声书是由动画里面不同的声優来配的 包括男主角的声優声 还有《古浩石》啊 还有《灾腾千河》 《版本》《真灵》 《加藤门英里》 《早见沙之》等等的 所以如果想要听这些自明之后来配有声书的话呢 《物语》系列是应该蛮好的选择 但是这部我也没有听啦 就是 他毕竟太多了 我没有跟到这个系列这样 再来是《虚构推理系列》 其实动画呢只有改编 这本有小说的第一册而已 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剧情呢 我觉得是更精彩的 但是都没有产生在动画上面 那如果不想看小说的话 有声书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不全能总共五本有声书 再来也还有《献给某飞行人》的系列 这里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作品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他其实只有改编几本而已 没有全部改编成有声书 所以呢其实我也蛮希望 他可以在之后改编所有的系列都变成有声书 故事非常的精彩 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看 除了我以上分享的这些呢 还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有声书 大家如果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Audible上面的官网上面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新小说有改编成有声书的 或者是有喜欢的作品等等的 我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 看动画来学习日文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有声书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如果你已经不是学生了 已经在上班等等的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小说的 那有声书呢 就是我觉得一个像是通勤的路上 你可以听啊 可以蛮利用时间的 同时也可以增加你的日文听力 让你的日文变得更好 如果想要去考N1N2等等的 都蛮推荐来听听看有声书的 像我本身就是 有些单字呢 其实我也不是完全听得懂 但是就是建议听越听越多呢 也可以从故事里面来了解你不知道的生字 也是一个学习日文呢 蛮好的方式我觉得 再重生一次呢 这真的不是一个业配的文章 只是我单纯呢 很喜欢听有声书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的经验这样子 如果有什么推荐的作品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我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 那以上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就跟下一个影片有个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